你們知道為什麼我會喘嗎 呃...我有個非常勉強的說法 我會說 Liu球它不只是玩具 它同時也是個非常時尚的運動 大家好,我是楊元晉 今年23歲 我是台南人 現在是一個Liu球的別人 大家好,大家早安 好啦,應該有算早的啦 但是我真的剛剛是跑沒多久 好的 首先 呃...我可能要先感謝一下 我台藝大的學姐 玉珍老師 她 把我 邀請到安住國中做分享 因為我已經半年沒有回到台南了 然後今天就因為她 而讓我回到台南 這是我昨天要大高年回來的時候的照片 你看我多興奮 我們先給她一個小小掌聲鼓勵好不好 好嗎 好了,今天來到這裡 我不知道跟大家講什麼人生大道理 不過我先帶來三個問題 我想要先問大家 首先,第一個問題 未來 你想要成為什麼樣子的人 喔,我相信有些人在小時候 會寫過一篇作文叫做 我的夢想 喔,有些人像我的同學 他的夢想說什麼 呃...他當警察 或是當律師 或當醫生 最疼的是 我有同學 他說 他想要當太空人 那我全班就會笑他 哈哈 怎麼疼了你都當太空人 好,接下來 第二個問題 這個目標 距離你有多遠 像我那位 想要當太空人的同學 他的目標 就是地球 到月球 那麼遠距離 我昨天上午Google了一下 大概有 三十八萬四千四百零一公里 誒,四天 誒,三十八萬四千四百零一公里 哇 這麼遠的距離 所以他要努力從地球 飛到月球 這麼遠距離 他要努力多久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了 接下來 第三個問題 現在的你 有沒有喜歡做的事情 有沒有喜歡做的事物 嗯 等一下 我會講一個有關我自己的故事 也許你會在接下來四十五分鐘 你會得不到 上三個問題的正確答案 但是我希望 你們將這三個問題 放在心裡面 然後 很開心的 把我的故事給聽完 那一年 我十四歲 跟你們差不多大的時候 我下定了決定 我做了一個決定 而這個決定影響到 我到現在已經有 快十年的時間了 好 所有的故事都有個非常簡單的開始 叫做什麼 叫什麼 如果你要寫一個故事一開始 你會說什麼 說什麼 哇 我聽他回答好了 很久很久以前 其實這個很久 但在二十三年前 我出生在台南西 這是我小時候的照片 可愛吧 然後我出生在一個 爸爸媽媽都是老師的家庭 我媽媽是蘇華老師 她在我們家中 扮演一個非常實祥的角色 所以每次 當我非常調皮的 把我妹妹弄哭的時候 我妹妹就要去跑 去我媽媽旁邊 然後跟她說 嗯 哥哥欺負我 然後 媽媽就負責安撫她 然後 我爸爸就 撼下這樣這樣 自己的照片 好 說到我爸爸 我的爸爸跟我媽媽 完全不一樣 他在我們家裡面 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一個角色 他曾經當過國中的訓導主任 所以他們非常會罵人 齁 尤其是我們家中三個小孩 我記得有一次我 呃 去田裡面玩的時候 全身弄了全身 都是泥巴 然後跑回家 然後我爸爸在那裡唸 哇 這個鞋子怎麼 塗出地圖 然後 便利服怎麼髒 那洗衣要洗 很麻煩什麼的 然後就唸一唸 然後那天晚上 我就沒有辦法吃晚餐 好 但是 你知道嗎 雖然我爸爸媽媽媽是老師 但是我的童年 卻沒有 因為這樣不適色 與其他的小朋友 我童年充滿了很多的卡通跟玩具 現在我第一人跟各位介紹 首先第一個 我國小一年級的時候最游戲的 神奇寶貝 還有看過去嗎 哇 我相信這場應該 都有看過去寶貝吧 如果不知道 到處旁邊的同學 神奇寶貝是什麼 那你可能就落伍了 好 接下來 我們還有坐 司機車 吃抱手 兄弟的卡通 非常的熱血 然後 還有彈珠超人 你知道鄉下 怎麼沒有彈珠最多 我就先玩彈超人了 最早在操場請彈珠 就可以 跟同學 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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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還有一個很酷炫的玩具 叫做戰鬥陀螺 好 有些人有反應 來 你知道我過了 也請舉手 我們再來一下 好的 謝謝你們 請大家 我記得 到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其實剛剛校長他接受我 接受我非常完成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應該不用再 講那麼多課 剛剛校長其實把我 待會兒他講十七五分鐘 已經濃縮成幾分鐘講完了 但是請大家還是 聽完我這個玩具再過去 好 我記得我在我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呃 那時候八歲 呃 我記得那是 一個 準備要吃 中餐的時間 中午餐時間 然後跟我同學上來廁所 然後就從 教室走廊另外一邊 跑步 跑回 教室準備要吃飯的時候 我同學的哥哥 他是當個六年級的學長 他幫我二年級的小朋友打餐 嗯 然後 他就站在餐廁上面 做了一個動作 像這樣 哼 地球正轉 掌聲鼓勵 哇 這個動作非常的鳥 但是對於當時 國小二年級的我來說 他跟我偶像 沒有什麼兩樣 哇 就看著他非常崇拜 我就當他旁邊的 同學的遺秀 我就問他 欸 那個是什麼 然後 我同學說 這個東西叫做流流球 然後你知道嗎 其實我是個非常跟得上流行的小朋友 同學有玩流球 我怎麼能不玩流球呢 我就回家 然後跟爸爸說 爸爸爸爸 我想要買流流球 你可以買給我嗎 如果你是我爸爸 你會買給我嗎 不要 誰說了 你 如果你是個小朋友 可以說我要買流流 然後你會買給他 然後他會很賞 你知道嗎 所以我爸爸他沒有不買給我 但他有交換條件 他說 你要用一張一百分的考卷 給我做交換 哇 有些人聽到一百分的考卷 他就殺眼了 一百分的考卷 那是很難考耶 但其實對一個國小問題集的小學生來說 一百分的考卷 那就是你的加減 的算數 算對就有了 所以我就在那天下 我努力了 算了加法跟減法 終於在隔天的想法上面 我拿到了一張一百分的考卷 回家跟我爸爸的交換 我爸爸一張信手 承諾了在我去武學校的 怪族書局 買了我人生的第一顆流流球 這價錢九十九塊的小卷風流流球 哇 當時我其實還不會 所謂的一球直轉 但是我當時 為一個非常厲害的招式 叫做水門票 很厲害吧 對於一個國小問題集的小學生來說 結果這樣子玩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 我看到國全哥不然第二次轉 然後他還會玩很多成縣 都是比如說 載口戰部啊 環遊世界啊 反手拋 成都國外 我大概心裡想也要跟他一樣 但是 我又不想要請教他們 所以我自己偷偷存了錢 存了一百九十九塊零用錢 我買了一本米奇 叫做小卷風邊手 完全攻略 哇 就拿著人出 當作寶貝一樣 每天都在研究他 來放到馬桶旁邊 等我上廁所的時候 我就會 邊看著他 跟我擦完了屁股 充滿了馬桶 走出廁所的時候 我就會非常自信的說 哼 我又多會了一招 我記得我當時 最厲害的招式叫做 螞蟻上樹 來囉 聽得到嗎 來囉 來囉 螞蟻上樹 再下樹 噴 哇 當時 呃 除了在學校的時候 玩溜溜球之外 我還會在 班上的 慶生會 有沒有會上去表演溜溜球 就是 班上 那台平衡都是真實 嘛 然後可能 那個月就要慶祝什麼 十月十一月的壽星 然後可能跟老師說 我會表演溜球 然後覺得 別愛你剛剛 你們看到的那些招式 後來 溜溜球有卡通了 到國小四天幾的時候 每個禮拜五的下午五點鐘 都會在台式播一個卡通 叫做超速游泳 反正卡通再講 主角唐本須一 呃 他其實對任何事情都沒有什麼熱情 好 好